月餅烧烤 中处佳节 民众团圆享受美食 环度佳节 应景商品也纷纷在市面上开卖 为了让民众安心享用这些食品 台北市卫生局特地到卖场 传统市场等抽烟了相关的90件产品 年中秋的话 台北市卫生局都会在市面上抽 取向中秋相关的一些食材 那包括月餅 或者是大家去烤肉一些烤肉的相关的食材 或者是酱料 那这次总共抽了90件产品 有37件是中秋月餅的产品 包括像月餅、绿豆、凤梨、酥梨酥、鲜蛋黄 或者是烘焙馅料等等 那有3件是烤肉的调味酱 有50件是常见的一个烤肉用的硬型食材 那包括肉品、海鲜、蔬果或者是家中品等等 那当然依据它的食材的不同 我们检验的防腐基、酌涉剂、动物用药 或農药残留等项目 那目前这90件产品 在检验的结果都是符合规定的 那在中秋节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食材的选购上 还是要顾问大家 第一个不要购买来源不明的食材或酱料 再来的话在烹调或者甚至烤肉的时候 不要注意就是要彻底心情双手 之后再做烹调 这个其实非常重要 那第三个的话 记得食材一定要完全加热煮熟 避免就是生熟食互相无缘 或者是食材没有煮之后的情况之下 吃了混在肚子 那第四个呢就是最后呢 在中秋期间如果有用餐的需求 到外面用餐的话 也请大家务必去遵守 店家要求的一个防疫规定 那再次提醒就是火锅 或者是烧烤的部分 这种多人供餐的部分 我们还是不建议供锅或供炉 那当然我们可以提供供饭母池一等于腐 这部分的话你可以去夹生鲜的食材 但是都不要丢进同一锅或同一炉这边去烹煮 这个目前指挥中心还是不建议大家这样做 另外卫生局也抽验40件日本进口食品 包含蔬菜水果水产品 婴儿食品乳品及乳制品包装食品等 查验是否有辐射残留量 检验结果均符合规定 请消费者安心使用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